2019是众多神剧的完结年 生活大爆炸 权力的游戏 复仇者联盟4都迎来全剧中 随着经典剧集的相继落幕 全球的影迷剧迷都陷入到回忆沙的阴影中无法自拔 看完最后一集 不知道大家是感动还是遗憾 神剧完结感觉如何 这种是伴随了等于说是我们一个青春 也是挺令人心里难过的 对于我来说其实就是好像失去了一个亲人这样的感觉 生活大爆炸 它伴随了我将近12年 12年 好像一段青春完结了那样 因为一直追很久 而且有时候是学生时代追起的 一方面是有点缅滑 一方面也是期待更新的宇宙出来 有的结局让人温暖到泪目 有的结局却也让人错愕到想把编剧塞回娘胎 不可否认的是 这些延续多年的影视剧 贡献了不少让人难以忘怀的角色和场景 乐片无数的你最喜欢哪个场景 就复仇者联盟3可能令我比较难忘嘛 因为复联4可能剧情大概都猜得出来最后灭霸是死的 就是怎么死的问题 但复联3可能就是他们那帮人去集合去打灭霸 就是各种就是不为艰难 各式手段这种这个过程吧 比如艰难的过程让我觉得还蛮感动的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权力的游戏吧 因为那个这个不同角色之间的这个明争暗斗 以及感觉他这个剧中没有一个真正的主角 每一个你认为是主角的可能在你意想不到的情况下就去世 然后就被被谋杀呀这种明争暗斗 我觉得还是挺令人难忘的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生活大爆炸里面 Sheldon就是在朋友的婚礼上说的那个注词 具体的那个情节我不太记得就是那个内容了 但是就那一刻让我就是看的时候很感动 一下子能想起来就是权力的游戏里面有一个血色婚礼 就是我觉得那个还还挺敢写的 能够把一个家族基本上能全部写死 对但然后这个也从此开启了他们家族的复仇之路嘛 我觉得印象很深刻 伴随了影迷剧迷多年的角色就这样告别大家 一度引发集体怀念 甚至有人哭喊承载自己儿时记忆的电视剧和青春一起失去 其实除了今年落幕的剧集外 还有不少经典老剧陪伴了一代 甚至几代人的成长 哪些经典好剧让你难忘怀 小时候看了西游戏陪伴 所以陪伴我的 还有动画片的话 观伦高手比较喜欢 二十年之前吧 我看的情深深与某某 就是赵薇版的那种 看的很经典的 感爱感恨的那种感觉 好莱坞的那些动画片 比如什么迅龙高手啊 什么超人总动员 我比较喜欢看动画片 就是广告达人嘛 好像叫做 对 最深刻的一句话 应该是说 我最好的那几年都给你 生活大爆炸 全游 还有初代复仇者集体谢幕 全球的影迷剧迷 不得不说再见 但与此同时 新的优秀剧目 也正在或即将 书写自己的传奇故事 剧中不剧荒 还有哪些值得期待 当一天拍的《鱼醉》就出了两季嘛 然后还蛮期待看它第三部的演技的 还有就是《爱情公寓》五霸 还有最近准备追那个《切尔诺贝利》听说还蛮好看的 现在就还比较期待那个速度与机型酒 因为一到七都一到八都看过了嘛 然后八的话感觉拍的不是很好 所以就比较期待酒 国传的一些电影 一些主旋律的 一些有正能量的 比如说一些军律题材的啦 经费题材的啦 最近我在那个电视连续剧那个扑并行动 就是很真实的 也很好看那种 感谢观看